人类经过努力 它不叫进化 经过自我努力 这样所奋斗出来的所谓科技 在这位60年代 上个世纪60年代还是50年代 大概在这个时候 这位天文物理学家的分类当中 人类只达到了第一集中的0.70% 按照它的标准计算 我就不说这个计算内容 我曾经在一次的演讲 上课演讲课当中 我稍微提到了一下 这跟运用的能量有关 这样我们暂时就不谈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属真 我觉得大部分真的很可能会真 因为你从霍金的说法当中也看出来 如果这件事情属真 那人类目前的能力有多差 有多差 那你就看到了 那如果人类这么差 他就在外星人在第二集 在第一集的眼里说还勉强可以 也就是第一集的文明 目前还愿意跟人类接触 因为他离我们不远 也就是说 呆子跟白痴还可以做朋友 你懂是这样子的状态 那当他已经是大聪明人的时候 看你是白痴就像蚂蚁一样 他不理你了嘛 你不要以为大家都吃素的 所以他看你可能就是予取予求 所以他还不想接触你 为什么 接触你没用 只有呆子会找白痴 因为他们接近有用 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的外星人呢 程度很低 在一 宇宙文明一 那我们宇宙文明是0.7 还不到一 所以他还想跟这个小老弟在一起 那如果这件事情属实 你就别谈宇宙文明7 你就别谈宇宙文明7了 那个宇宙文明7是怎样 早就超过黑洞白洞 还有个白洞 黑洞白洞所有洞 也超过了本宇宙 也超过了平行宇宙 还有平行宇宙对吧 大家都在谈有没有平行宇宙 没有 在他们的谈法 在60年代 他就已经知道说 应该要有平行宇宙 而且大得多 而在十几年前 我们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的数学家 那个铜 有个木字旁一个铜的 那个知道吧 吴陈铜是吧 吴铜陈还是谁 这位数学家 他也 他应该有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 不然他应该得诺贝尔数学奖 他是给物理学家做了一个解决 他已经用数学模式 算出一个物理型模式 物理学模型 基本上这个在台大的讨论当中 对外公开的演讲 科普演讲当中也谈到 他有在那里演讲到 人类 他至少用数学模型证明 人类有七 有十加一 就十一个平行宇宙 他用数学算法就是可以证明这个事情 好 那就别提了 所以如果这些 周第七级文明 这无法想象的大的大 如果这些都不谈 那我们说 人类的文明如果这么的幼稚的话 人类该怎么自处 只有一个办法 同学刚刚都说了 运用CHAT GPT 你非用不可 人类的末路 非用不可 这真的是大问题 我的同学 六十岁的这群老人 天天逼着我问这个问题 他们很焦虑 他们为他们的儿女很焦虑 我跟他讲 你们要焦虑 你们要告诉你们的儿女 什么工作今后 大概不要做了 因为很 在你的儿女 或者你的孙子那一代 早就会被AI取代 没有错 所以请注意 不要小叙 AI 它最终在人类 人类知识的 爆发性成长当中 它扮演着是 绝对是人类工业革命 第六次的来临 绝对是 而且超 是第六次的plus 我们过去叫第五次 我们有一种算法 是有前五次 第五次就是所谓的晶元 手机这一类的出现 但它将是 爆发性的第六次 可以说是第六次plus 是人类想象不到的 它终要发现 你看马斯克就是 投资OpenAI的公司的 这当事的人 他最后吓到了 他自己离开 他离开的原因是说 因为他已经不是 那么开放马了 因为他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第二呢 他已经不是不盈利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跟微软 讲到微软 微软真的是大鲨鱼 把它买去了 所以你知道吗 我最近用了一台 似乎最近把用了一台 十二年的 这个 这个 电脑 应该讲电脑太不能这样讲了 因为 这个工作站 十二年 用十二年 一台工作站用十二年 我也算奇葩了 不要问我哪一排 用了十二年 没有 档机从来就会回来 它就是有个聪明的AI在背后 十二年 所以它从来没有死档 它死档了 我重开 它曾经开机会开到怎样 开到抓不到BIOS 抓不到BIOS不是这台电脑死了吗 你知道我怎么做吗 我就这样 然后拔掉电源重插 然后再放一包乖乖上去 然后就好了 这样你们应该知道乖乖吧 医生也需要用乖乖吗 是这样 我们台积电到美国去 他一时没买到乖乖 结果就挂掉好多 后来赶快紧急从台湾 寄了好几箱乖乖过去 之后马上就没事了 我不知道这是真的笑话还是真的 太可怕了 是这样 我猜一定有小孩很爱吃乖乖 你知道吗 乖乖到哪儿 小孩就到哪儿 所以它会保护机器 OK 那我说 我说这就是一种好像电脑里头就这么一个AI那样子 人类最终要运用AI 它没有第二条路 因为这是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了 这点大家得赶快去面对 我想那怎么面对各个面向都有 包括了我刚刚更重要要提出一个 你们同学会忽略到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资料库是人类 纯粹人类给的吗 不止 它已经自己在生成 因为你在跟它互动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 解决问题不重要 问问题才重要 对吧 大家都懂这个事情 那就吃了 人类问的问题代表人类目前的文明水平 特别在科技上 当人类一套一套的在问 Chat GDP 要解决背后人类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呢 它就在教导机器人 人类目前正在在乎的是什么东西 当它每次回答而诱发你人类 新的问题出现的时候 它就继续在回答你 你们是在共同创造什么呢 那个Database 不是人类专门喂养它 请注意 这绝对是这样 所以 它的Database将会无止境的增长 请注意这个问题 无止境的增长 人类才有办法面对 1.0 2.0的宇宙文明 不然你永远就是小蚂蚁 所以人类不可能停住的 我们知道马斯克他搞火箭搞星链 他就是说要让人类 他说的 要让人类能够移民火星 这在外星人来看 1.0的文明的话就会笑掉大牙 你懂意思吗 是好笨 所以说白痴会跟呆子 呆子会找白痴 会觉得他比较高一点 是这样 了解吗 这就好像说有一个人在家里准备了好多的行李这样 只是去隔壁过一夜而已 你懂吗 在外星人来看就像这个状态 你是呆子还是怎样 你在干嘛 这样了解吗 是这样 但人类已经大张旗鼓 大张旗鼓 在准备行李这样 不过去隔壁北北家 过一夜而已 但是他已经要搞成这个样了 所以 没有了佛法 我告诉你 在我这些谈论当中 人类真的会很惨 我谈的这些 是人类最终要面对 而且很快 好